三位中产党 今天我们就会说 在上海开了分店 其实在台湾都有 Costco Costco是中文怎么译 周顯大師和凱凡都在外國住過 一定會接觸過Costco 不如你先說說你們的購物經驗和對Costco的印象 你早點說 有很多東西買 基本上是貨倉,要入會 但問題是有很多東西買 當時我講得很奇怪,因為香港的超級市場很小 他買電器、家具、所有你想得出都買 而且買回來,連包裝、上車 很多都是自己捧回家 多數都不送貨 那些人買傢俬,都夠膽拿回去自己組織 即是那些,甚麼都有 其實我的印象都是差不多 這是我在近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 Costco相對香港人的認識比較淺 可能他都聽過Warm up 有一部份是相似的 但也是剛才大師所說 好像貨倉一樣,那些人很便宜 便宜,但大家都是便宜的 但有少許Warm up是不同的 那些東西放得比較密 那些東西要你找到 Warm up比較像超級市場 他簡直是一個貨倉 你也說得對 我會去Warm up 我會去Warm up 通常都是買私人市場 但Costco的話 我不會想起去買私人市場 會去Costco 真的會買一些家裡的東西 但這件事其實在香港人 為甚麼會覺得比較陌生呢 我想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香港人會去私人市場買東西 但香港人不會在貨倉買一些 做家裡的東西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貨倉 現在都放得好像貨倉一樣 更厲害 完全沒有服務 這個令我想起甚麼呢 其實都有的 那些工廠區 經常不久都開倉 你把衣服、牛仔褲 便自己拿 沒有服務 因為開倉 Costco 你剛才給我的說法 就好像是一個長期開倉的貨倉 所以香港人會沒有認識 或者沒有這些店舖 因為通常一年開倉就不會長做 一年做幾次 即是清貨就做 他就是長期做的 這件事跟香港人的消費模式是挺不合的 我們要服務的 是的 因為我記得 我第一次 美國第一個購物買一個 內容品的經驗 很奇怪 就是買一個冷氣機 我還要朋友 我沒有車的時候 就有朋友 不是認識的 住樓上樓下 看到大家香港人 就載我買 載了奶機回來之後 第一個 奇怪的就是 我在那些大的電腦店買 那些大電腦店 只有買一兩個牌子的奶機 買回來 就捧回家 我自己 在窗上 對於我來說 你怎樣轉窗 找個鎚子 打轉 是很奇怪 說出來不相信 就是做這些事 Costco就是買這些地方 所以香港是未必 那些人沒有你 但是現在開在上海 內地這些東西 就多些少 一來地方大 還有地方大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 加拿大以前是否這樣 它不會放在市中心 就是放在偏遠的地方 很大的地方 那些人駕車去買 然後自己駕車拿些東西 都好事 就是有人駕駛20分鐘 是 不會放在中環 或者貴租的地方 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在內地是有這個市場 有機會有這個市場 還有外地區普遍大些 他們那些人 沒有香港住在那裡 那些人大些 有多些地方去 找花園 或者自己裝修 做得好一點 住得好遠 農村去買 但當然 如果你去到Costco 去到什麼 等於你去大陸 我在大陸行Wallmark 都大很多 大陸的Wallmark 我都很想行 這件事 我覺得帶出一個 我今天真的想說的問題 就是有趣的問題 有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 Costco 我覺得它不是說 賣一些很高級的設計 鋪頭 例如我看那些研究 就是比較 美國Wallmark 和Target 又是這些大連鎖的百貨公司 就說Wallmark 買的東西 是Inferior Good 就是便宜 經濟不好的時候買的 但另一件事 就是逢出這些 大的品牌 去到外國 立刻的檔次就升高了 是 不是Explit 當時我們想說 是 變成名牌的 是 是 今天大家 很多人說 知爆股有局中 經濟不好的時候 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刻 在上海 即是投資 開第一間Costco 究竟它是打算來到中國大陸 是一個提升品味的品牌 還是賣便宜的東西 因為中國不好 大家來買便宜的東西 究竟怎樣看這件事 當大家說到中國經濟更不好的時候 我這樣說 即是工作經濟算不好 但不是這麼不好 即是這個類的產品 你需要買一塊錢 但我覺得Costco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一定有原因 但我不知道怎樣看這兩件事 就是它其實的產品 主要是在中國做的 即是所以它基本上 它在中國 它已經有了整個生產線 即是它有了整個 即是它有了整個 其實在中國來說 它很簡單 因為它的東西 全部都在中國 甚至可能是因為 它在美國 那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即是它的生產線 它的東西都在那裡 然後它的東西 因為你那個 在美國 去到美國 成本跪了 那它還要採購了這麼多 不如在中國買吧 即是我覺得 不排除一個這樣的原因 即是因為貿易戰底下 不如做中國人生意 就放在那裡 即是它都訂了 是的 它的貨都入了 是不是 運走了 例如在那裡 就地做你生意 就地做你生意 如果阿爺不太介意 就地做 反正阿爺 其實它都 Wallmark 發覺那間 不知什麼福 它全部都離開 它離開那間 它不太介意 所以它都不想 整佔美國企業 有些歸順 美國企業 幫它Lobby 都好些 你說不介意 但怎樣跟網購 它相比 從生意的角度 即是當大家說到淘寶 一定是比淘寶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其實現在淘寶比較主要是做一些小的東西 即是一小件 既又便宜 可能它也會送油 你可能不會買這些東西 但你剛才說的 Costco 它現在所有人去搶貨的原因 其實都是一個 其實現在究竟是否真的會好好生意 雖然多數都會 它就是因為那些東西比外面便宜 它便宜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買完回去 再二手買給別人 都可以比外面便宜 不是吧 但它開始燒錢 是呀 開頭你總是這樣 所以 有些人說 這樣就反映了中國的購買力很強 其實你也要先看清楚 因為現在它就是半送半賣 去搞慶那場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那天情況大減價 它的貨滯銷在那裏 賣不回美國 那便已經訂了 它有一個價位 就說我可能不需要付稅 是 它不需要付關稅 是 它賣不出 掉不到 它在那裏 它不出錢 我覺得是有數計 因為Costco應該是接近美國 買中國貨最大賣家 最大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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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應該是 如果這樣做的話 它有能力 對沖關稅的風險 而淘寶很多 因為淘寶很多產品 都是一些很個人的 都可以在那裏買 或者很屬地 譬如說 你很少大手去買的東西 很衰 譬如我現在買一些印仔 你不會在Costco這些地方 有些幫你丟賣字 那些東西 這些可能是這樣的 先說 你說吧 我看了新聞 有些網民說 Costco的店鋪在大陸開不了 兩樣東西 有一就是汽水任針 你死定了 大陸人這麼貪心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可以開封之後還可以退貨 我還不玩殘利給大陸人 沒用的 你中國人這麼醜 你Costco死定了 在美國 我想問你們 怎樣看 我在加拿大做生意 我見過有一個鬼妹 去退 劉兵鞋 穿整個劉兵鞋 是鬼妹 不是芝賴人 都是這樣去退 這些事情自從發免退貨 就必定有 這是比例問題 當然中國也會發生這件事 但問題是 中國其實都有很多退貨的事情 大家都很習慣 生意很習慣應付 我想大家在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其實中國是兩個世界 先進的城市 北京、上海和廣州 是很文明的 相對是發財納品的會議 相對是OK的 他們都很討厭兩大人 他們都很討厭那些人 那些人過來的 其實他們生活水平不論相差很遠 亦都是很同學接軌 但問題是 因為他們的外來移民實在太多 即是非戶籍人口實在太多 以前所謂的盲流 是的 那些都會做什麼 但如果你在上海開的話 我相信不會很嚴重 至少你都會看到 因為Walmart那些都在那裡開 至少開到 它不是沒有外國的百貨公司 或是外國的購物來開 我不能說他們很文明 但都是一個統計數字問題 即是你計算不定的數字 那你會抹高一點 去頂回這些戀金 不可以抹高 因為那些東西開得夠大 收容的客人夠多 那些爛客 就佔了百貨的小 那就圍了一條數字 但我想她現在都是要錢不要貨 我覺得她應該打了這麼久 她應該都有很多死貨要清 而且我又覺得 你香港人就不要抹高 那時候現在身邊我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知道 你H&M、IT 有很多那些衣服 你穿完錢牌 你就去 總之見到有女性 如果無意中見到牌還未展 你就知道她穿一次、兩次 是的 不然又會退回去 就是這樣 我20年前移民去加拿大的 我當然見識過過 香港人究竟在加拿大的所作所為 究竟是怎樣 但當然 如果你以現在20歲的人 廢佬是這樣 在現在的二十多歲 十多、二十歲的時候 她覺得那些四、五十歲的廢佬 其實跟茲籠人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去奪د他們 還有一個機制有決定性,要付會員費 其實你的退貨風險已經包在會員費上 到最後要抵消會員費,要靠購物去賺回會員費 你說我什麼都不做,我只喝酒 債同王媽不同,王媽就沒有這個會員制制度 他的貨品要再便宜於王媽,所以會員制度 一定要再篩算一次 會員制度的意思,他不只是賺什麼會員 而是他看死你,如果賺了費之後光顧很多 你就會成為一個loyalty,是一個loyalty guarantee 好,這就到這裏